太难了 这里呆得昏昏沉沉的 一出来就觉得空气好好 人精神就来了 所以人还是要在室外活动的 这里有那种活动的 没人 好想把口罩摔下来 透透气 因为我戴的口罩从屋里出来 到现在都没有接触 就5米之内都没有遇到一个人 所以我就拿在手上了 我今天去逛一下超市 就回乡下去了 感觉这口罩就这么一块地方 就挡住鼻子跟嘴 如果他真的是有什么病毒 离离很近的 在你的衣服上 或者你的手上 你稍微一疏忽 所以我今天要回乡下了 要去回去跟半斤 跟我爸妈在一起 粉红绿灯都没几辆车 我今天自己带了一个口袋 来装物品 多买一点 好多人 我终于买完了 还是很多人 好多人啊 这边 我还是走人工的 都好多 一共三袋 感觉踢不走了 今天一共花了364 踢了好久才踢到这里了 买了一个炙热饭 在这外面没有人 真好 可以取掉口罩 在这里吃个饭 我把这个口罩顺着方向 放到这里 现在出门 随时都要用一个纸巾 洗手 以前都熟不得用这些湿纸巾 现在 现在钱都买不到口罩 我今天的午餐 是一个炙热饭 放全水 还有水果 是不是很丰盛 最主要的是不用戴口罩 不过大家不要学我 今天吃红烧牛肉 太方便了 自己都有水 把这个发热包放在里面 一会就发热了 都已经在冒烟了 看我是不是弄错了 这样弄的话 盖子上不是有肉了 错了就错了 不戴口罩的感觉太好了 希望疫情早日结束 我吃了这餐炙热饭 我就回乡下了 走之前做一下视频 因为在乡下就跟我现在这样 可以不用戴口罩 但是我现在没有戴口罩 坐在这里是不对的 是不好的 如果大家都像我这样子的话 那就不行了 这样会疫情更严重的 这白菜都发烫了 吃水果 熟了 白菜上面的字都掉颜色 掉到这上面了 我现在在这里这样不戴口罩的吃 其实是有很多人都困在家里的 因为每一个家庭只能出来一个人 其实我拍在户外吃饭 这样不对的行为 只是想说户外真的是太美好了 所以说再坚守 再坚守一下 可能短时期 我们都能这样在户外了 好好吃 大家看我在户外 不用戴口罩吃的那么嗨 是不是很讨厌很烦 的确也是 我发誓我10天都不出门了 因为我这些东西回到乡下 应该会吃半个月 我至少10天不出门 大家监督我 这样的话就不用生气了 现在我回来小区是这样子的 我只剩两个口罩了 所以我要10天去采购一次 感觉这里随便都能吃上10天 好重的三代 现在回来了 先第一件是洗手 对了 我先洗手 怎么就在排了 手已经洗好了 你们说我是不是很可爱 因为我下一秒要给大家看一下 我300多块钱花在哪里的 当当当当当 这个扫粉 就是做滑肉 炒瘦肉 都要用到这个扫粉 炒起来的肉就很滑 然后这个是芝麻粉 这个是糯米粉 就可以把这个芝麻做在这个白色的粉里面 汤圆就这样子的 这个是牢骚 就是可以放在汤圆里面 这个花生米煮粥 这个也是煮粥的 土豆 苹果 还有这个香菜 吃火锅 吃面都可以放 然后这个也是买来吃火锅的 藕 玉米 娃娃菜 这个都是我买来吃火锅的 吃火锅的荤菜就有鸡爪 重要的就是毛肚 吃火锅一定要这种毛肚 就这么一点都要30多块钱 超市的火锅菜很少 就买了一个特色的毛肚 和这个鸡爪 还有这个猪瘦肉 这个猪瘦肉就是抹点这个扫粉 就特好吃 还有我的最爱是这个花椒面 吃火锅的香油 当然离不开要多吃大蒜 还有枸杞泡水 还有我爸最爱的馒头 还有我妈喜欢的面粉 全部都在这了 还有前几天采购了400块钱的物资 反正各种吃了 四川人民的生活还是可以的 都是吃货 看着那么多好吃的 整个心情都好了 赶紧做视频 打开电脑 我现在收了一个肺炎 是这样子的 跟大陆的不一样 不知道谁是真真假假 武汉民医护人员上周五 在发给亲友的信息中哭诉 疫情真实情况 比中共官媒报道的可怕的多 估计感染人数已经超过10万 现在这些新闻都不敢看了 现在关于肺炎的新闻 我都不敢看了 太恐怖了 不知道是真是假 不管是怎样 就表示现在疫情是非常非常的严重了 我感觉戴那些口罩都不管用 因为我看这些新闻里面 那些医务人员穿的那些防护 就是很多很多包含眼罩口罩 然后全身都是套的那个 因为连李文亮那个医生都已经死掉了 就是说医生的话 他还是有床位的 他还能自己照顾自己 还有周围的同事都可以最好的照顾 都已经挽救不了 所以说如果我们普通人感染了的话 连一个床位都没有 可想而知 所以真的要自我隔离了 我现在要回老家的话 我就要好好的隔离 不要与外接任何人的话 这样可能才不会扩散 因为官方报道都上市那么多 然后我现在看到外网这些报道 我真的是不敢去点 不知道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 不管真真假假 反正现在我们城市的小区 一个家庭只能出去一个人采购 反正说明的已经都是很严重了 现在疫情那么严重 每天都在增加那么多人 然后死亡那么多人 才知道生命是最重要的 健康是第一 所以大家在坚持 加油 坚守一段时间 我们都能出去 自由的呼吸空气 出去游上玩水 吃喝玩乐 今天视频都在这里 明天的视频就会轻松很多 明天我都回到乡下了 跟半斤在一起 明天见 看我在乡村的生活 我们一起做好防复 争取早日结束我们肺炎疫情 谢谢大家收看 拜拜 明天见